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就把它们剪断 来扦插培育 看它们能不能成活 首先看一下这里 这里已经长出了三朵花 现在来看一下每一个枝梗的情况 首先从这边开始吧 这个枝梗长出了两个芽 这一株也长出了两个 上面这个刚开始 这一株也有一个在这里 而这边这个就很明显了 已经长这么大了 下面这个小植株也已经长出了一个芽 这一杆也已经长出了一个芽 已经有根了 这个枝梗也发了一个芽 这个小芽已经长得很健壮 也开始长根了 这个枝梗上面也长了两个芽 都已经长出了根 中间那些小苗原来种植的时候就有三个新芽 现在已经有七个新苗在里面 里面有一个小小的 所有的杆都已经发出新的芽 唯独这边这边这一个杆还没有 就是这一杆 这里好像有一点绿式的点在这里 应该也是一个芽 可能过一段时间也会长出一个芽的 到目前为止就剩这一个没有新芽长出来 其他的要不长出了新的芽 要不就长出了花 就说明这些枝梗都是成活了 我再重复一下我当初是怎样培育这些铁皮石壶的 就把这些铁皮石壶剪断 然后用的植料是peak moss 接一些树皮、珍珠盐 把剪成一小段的铁皮石壶直接插在泥土上 我是把它们放在室内 放到植物灯下面 为了保持泥土的湿润 我每天都会给它喷水 当时也做了一个视频跟大家分享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看一下我2月21号发的视频 这次铁皮石壶扦培育非常的成功 我准备再买一些铁皮石壶 再培育一些苗 到时候就可以大量的种植铁皮石壶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哦 好了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